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等同于在畅空人民币和中国经济增加了资金流出的压力 今年以来 我国债券市场持续火热 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央行已经从警告转向实际行动 提醒市场不要炒国债 并宣布将面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助操作 以平衡市场供需 稳定市场预期 业内专家强调 央行的国债买卖操作绝不是量化宽松 而是为了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 更好地发挥利率调控机制作用 央行推行国债卖出操作 有助于平衡供需时间 错位问题 确保收益率曲线的正常向上倾斜 此外 专家们还指出 当前偿债利率已处于历史低位 未来降息空间有限 机构疯狂抢购国债不仅预示着未来利率将走低 还可能加剧汇率保卫战的激烈程度 总之 央行的举措是为了维护债势的平稳运行 但这需要多管齐下 包括平衡政府债券发行节奏 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央行如何通过国债市场的操作来稳汇率 稳预期 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以及对未来的潜在影响 这篇文章来自金融时报 是中国央行主管的媒体于7月13日发布的 标题为 风抢国债 也是对经济的畅空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今年以来 中国的债券市场一场火热 但伴随而来的是潜在的风险 业内专家多次提醒 债势不会永远上涨 当前市场反转的风险逐渐增大 从4月开始 央行已经通过多次提醒市场不要炒国债 到了7月1日还宣布将面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介入操作 并表示卖出国债操作正推进落地 光大证券的固收首席分析师张旭认为 央行的这一公告表明 其已经准备通过实际行动来向市场传递出一个信号 国债价格将会下降 从而使市场运行更为平稳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 央行的这一操作是为了保汇率 稳预期 是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一部分 有助于发挥利率调控机制的作用 这段时间以来 市场对于央行的国债买卖操作一直保持高度关注 业内人士强调 央行买卖国债的操作并不是量化宽松 QE 而是为了拓宽基础货币 投放渠道 与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 实施的QE不同 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空间充足 财政状况健康 没有实施QE的必要性 那么 央行为何选择推进 卖出操作呢 业内人士解释 这有助于平衡供需的时间错位 发挥利率调控机制的作用 央行一直强调 国债操作是双向的 短期来看 央行可能会以卖出操作为主 这是因为近期国债收益率不断走低 央行可能通过介入国债并在二级市场卖出 以维持正常的收益率曲线 具体来看 这种操作实际上释放了存量长债 短期内会形成相对更多的供给 对二级市场债券供求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这也被视为未来供给的提前释放 缓解了市场上长债发行偏慢的问题 张旭认为 央行的国债买卖是货币政策 框架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利率调控机制的作用 关于长债利率 张旭分析道 当前长债利率已处于历史低位 未来降息的空间有限 虽然三十年 五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已经跌破百分之二点五 整个国债收益率曲线延续下一态势 但央行明确表示 要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长债收益率曲线 因此 未来即便有降息 降的也只能是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 而不意味着长债利率也要跟随下行 从保汇率 稳预期的角度来看 业内人士指出 机构封抢国债 意味着他们预期未来利率会越来越低 甚至可能像日本那样进入长期低利率时代 这样做等同于在畅空人民币 做空中国经济 加大了资金 流出压力 旁明进一步分析 美国的降息时间表尚不确定 资本市场表现依旧较好 大量美元回流美国 美元较为强势 亚洲各国正在打一场看不见的汇率保卫战 以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现 当然 要维护债势的平稳运行 需要多管齐下 发挥政策合力 央行已经多次提示 相关风险 未来还需平衡好政府债券 发行节奏 提升金融机构 风险管理能力 加强投资者教育 落实好监管制度等 接下来 我们从不同角度 深入分析这篇文章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全球经济环境角度来看 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对中国央行的决策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 会直接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和汇率的波动 中国央行选择在这个时点强化国债市场操作 显然是为了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挑战 其次 从国内经济政策角度分析 央行的这一系列操作体现了货币政策稳健性的要求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 通过国债市场操作稳预期是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手段 通过这种方式 央行能够引导市场利率预期 避免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传导至实体经济 另外 从市场投资者的行为角度来看 机构疯抢国债反映了避险情绪的提升 市场参与者预期未来利率会进一步下行 导致国债需求增加 然而 这种行为也带来了潜在的市场风险 正如文章所提到的 这实际上是在畅空人民币 这种市场情绪如果不加以引导 可能对整体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 从政策实施效果角度来看 央行通过国债市场操作来调控利率 是为了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 通过这种方式 央行可以在不进行大量市场干预的情况下 达到调控利率和稳定市场预期的目的 未来 央行可能会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工具 以应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 央行通过国债市场操作来稳汇率 稳预期 是一种应对当前经济环境和市场情绪的必要手段 未来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 我们可以期待央行会更加灵活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 来维护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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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